其实关键打的都不是很好 但对的 来到海湖之后 我们看已经镜头给到了现场 那三个照片是出现了之后 紧随着在左边走出了 这边是小组第一的一个池 他已经看到了 在左边是分别来自于 阿菲莉卡 笑得很开心啊 我求求你抽到好一点 左边是小组第一的 但是已经看到有KT 阿菲莉卡 RNG 以及刚才赢下比赛的 Fanatic 转转转 转转 阿菲莉卡吗 好像是阿菲莉卡 抽抽的第一个 阿菲莉卡 阿菲莉卡是分到了 左边半区的第一篇 第一个 然后阿菲莉卡的代表选手是King 上单选手 左半区的第一个 是阿菲莉卡 已经是上墙了 看到了 点张的屏幕 第二个抽半区 看一下 啊 第二个 看一下 这是 Fanatic Fanatic 对对对对 他们的是红色 红底 Fanatic 来到 来到 来到右边半区的第一个应该是 右边半区的第一个 对 右边半区的第一个 是的 是 发拉香锅 那也就是说在决赛之前 现在还说不好 对的对的 我们先继续看 先继续看 对的 最后一个 就一个球 最后一个是KT 在右半区的下 对的 还是例行的 假装惊喜看一下 KT KT KT的代表选手是上单的 Snaip 那接下来抽签的话是抽二号种子 那是有同 就是同鼓规避原则 那抽到的二号种子是不能在同一个半区的 这个我记得好像如果是同半区的话要顺延吧 因为之前会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对 但是具体的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这个球揭开了之后 到底是怎么办 第一个第一个 这边是抽Africa的对手 这是 这边是C9 C9 C9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不是同一个组 C9 大家先抽 对了 来 来吧 前手成功 好 没有背景音乐 这边是Africa与C9 下一位就要碰面了 C9是抽到了Africa这边 其实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Africa是否会发生内战 这个应该是抽左半区的下方 看一下 看一下是上上前吗 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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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个抽到哪个半区的 应该是左半区下方 这是抽 啊 啊 握手 我握手 握手 可以可以 可以儿 那 哎呀 突然间觉得好稳健啊这个这个抽签 等家们已经确定了 KT应该是打ig的 因为1的 行了感谢押趾吧 都不说别了 那Fnatic是打 EDG 15年啊 看一下 EDG 田野上来了 EDG 这边是15年的延续吧 那就是 已经可以上去签了 不用害羞 走吧 是吉将吗 可以提与IG 在今年的 这其实是两支 怎么说呢 打法上来说有一点点相似的 是激阵主和smip 签牌吧 签牌吧 那最后一波签手 啊 还行吧 觉得笑得很开心 还不值得 我们一起签下去 对 大家还不行吗 对吧 他还行吧 感觉 我感觉是每支队伍都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尤其是对于LPL的粉丝来说 是应该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没有看到内战 要是在四强之前是不会相遇 然后现在是 看自己的发挥吧 对的 然后我们还是照例再说一下 后面的几场比赛 是Africa对阵C9 然后Fenetic对阵EDG 以及RNG对阵G2 和KT对阵IG 还是有说法 KT打IG 其实周期赛我们也是看到过 然后在这边Fenetic打EDG 这也是 好 已经不要再说了 好好好 我们打住 然后另外的话 那Africa对阵C9 这个倒是打响的 我们算是八强的第一战了 这个 然后再是RNG打G2 G2感觉 开始看采访里面 他是不太想碰那个RNG的 他不是想打IG吗 因为他觉得 如果IG第一出现的话 那三个一号种子里面 他觉得IG应该是比较 就难度没有那么高的那个 但是现在没办法 冲到的是RNG 所以说后面 将要迎战的就是G2和RNG的 对抗了 而且G2说实话 他的进步能力也是有的 所以也是不能轻敌 因为毕竟能够进入八强 每一个对手都是值得 我们来认真对待 嗯 没错 要严肃对待 因为其实这几个对手来说的话 包括像Fenetic 以及 就L票抽了两个EU L票抽了两个EU 这两个EU 都不是特别好打的 我觉得我们 但算是 但我觉得已经算是上千了 对吧 我觉得我们回来了之后 第一件事情应该给握持鼓壳掌吧 嗯 鼓壳掌 真的强 这个手 是的 可以说是让 因为从昨天 昨天开始嘛 就是我们最后一天的小指仔 还没有打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粉丝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 后面抽签规则怎么样 后面会不会碰上 然后如果说IG是1号出现 然后说会不会跟EDG碰到一起 其实大家非常非常关系 那今天其实IG并没有拿到一个1号的出现权 但是 让大家倍感安慰的就是 今天的抽签 已经是非常非常完美了 而且这一次的话也是 没有同赛区在一个 没有同赛区对决的 就大家也是可以放心地为自己的 对于其他赛区的话 也算是皆大欢喜吧 对的 像G2和Fenetic他们好不容易 当然Fenetic之前进过四场 G2是连BO5都没打过 然后他还是 如果没有碰到Fenetic的话 他还是应该挺高兴 但是我觉得 跨RN7也不是特别高兴到哪里去 对的 那我觉得对这三支队伍里面 虽然说我们LPL的每支队伍 压力都非常的大 但是我觉得额外的 对于EDG来说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在的 因为这是有梗在的 这是有梗在的 所以说也非常希望 后面能够证明自己 就是毕竟又一次走到这一步了 虽然说在签上面 我们觉得EDG抽的这个签还不错 而且是一个有梗的签 但是他是有战胜机会的 当然Fenetic是一个强敌 因为曾经在类似的对决里面 他是输给了Fenetic 对的 而且确实这两个 今天的Fenetic的表现 我们也看在眼里了 对吧 他的一个学习能力 包括他一个打法也挺多变的 是的 再说今年的话 给很多的观众是一个 怎么说呢 这种感受吧 可能各大赛区之间的差距 在逐渐地缩小 但是呈现出来两极分化 就是强队特别强 然后弱队特别弱 也是 但是 其实上面来说的话 应该是说 NA赛区 以及这边的LMS赛区 他们的有一些队伍 在参加比赛的时候 不太适应大赛的一个版本 因为我有看 我和Fen 都是有看LMS 以及有看LMS的 他们个人的能力 在赛区里面 都会体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在国际舞台上面 就属于比较紧张 不能发挥出来 对 感觉打得很被动 就越打越稳的那种感觉 就不该是他在自己赛区 真的是视察风云 谁都能打 然后至于 就另一边来说的话 一百大刀也是 越轮在自己赛区 很厉害的 真的很厉害的 人是有余的感觉 结果来了之后 被疯狂的军训 当然也确实是 在常规赛里面的综合表现 应该说NA赛区 要比EU还差一些吧 而且确实在今年来说的话 NA也是在周期赛 输给了EU EU也是抱了去年的一箭之仇 在现在的对决上面来看的话 NA也是要加强自己的一个 就是赛区的强度吧 对 NA是只有C9一个独苗嘛 对吧 EU有个G2和Fnatic 两支 而且Fnatic今天表现很好 而且还一个点 C9他连续三年都是独苗 16年8强 然后当然输了 当然输了谁忘了 然后17年也是 17年是输了W1 然后今天是18年 他抽的是Aprice 也是强敌 都不好说 关键他每一次都是以一个 怎么说呢 不是特别高梯位的种子 进来 然后进来了之后 没想到成为他们赛区里面 打的最好的一支战队 我们看一下后续的一个 具体的比赛时间 也将会在20号和21号 两天开打 那IG是先打的 这边黑体和IG是20号的 中午12点开打 然后接下来的话是RNG和G2 是的 然后21号的话是第一场 Fnatic打C9 然后Fnatic打C9 对 然后接下来是Fnatic打EBG 这个赛程也是 怎么说的 把最后的Fnatic打EBG 留到了最后一场 这边也是比较紧吧 因为是一天要打两个BO5 而且这四个BO5 我说实话都是有可能打版的 对的 然后我们的四分之决赛是五局三胜 应该是一号种子是有 一三五局的优先选边权 这个时候我当时看规则的时候 有看到的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虽然选边权有些时候比较少 但是也不一定是要坏 只要把ZBP做好就行 对的 当然首战的话 我们还是要格外注意的 就是在20号的中午12点 将会是KT迎战上IG IG也是我们怎么说的 小组赛的一个 小组赛最后一场 挨压箱底的比赛 是他们来打的 然后接下来八强赛的第一场 也是他们来打的 调整的一个时间 给IG不是很多 虽然小组赛没有一个好的结尾 但是我希望能够在八强 这有个好的开始 对 这个抽签算是个好的结尾了 这个好签 真的算好签了 抽签算是一个好的结尾 虽然说比赛没有 就是让各位看官 特别特别的满意 但是我相信这个抽签的话 也是给到各个战队 后面一个充足的准备时间 希望接下来两天 各个战队都能够 有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准备 然后我们今天的比赛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共同期待后面的八强赛吧 到时候再见了 拜拜